大家好,我是青帮胖 那今天呢又来给大家做视频啦 那本一视频的话给大家带一些这个枪王排位爆破模式的教学讲解视频 然后玩的呢是这个玉小城了 首先上来呢我们是担任这个保卫方 那这场比赛呢 依旧是秋宜在西部战区为大家打的这么一个枪王流的段位啊 可能跟往期视频不大一样 这期的话给大家打了一个爆破二合一啊 第一场的话是玉小城 第二场呢是这个新沙漠灰 都是连着玩的啊 然后因为两期视频虽然说都是ACE 但是沙迪数呢并没有达到秋宜平时发视频的那个逼格啊 所以说呢就合在一起 而且上一期呢给大家聊到这个外挂啊 还有雾峰啊 之类的啊 然后这一期也是开头啊 碰到了一个歪挂啊 小歪挂 但是呢啊不在对面了啊 这次呢正好批到了秋宇这边啊 第一回合呢秋宇是比较怀疑他啊 然后第二回合呢就实锤了啊 第三回合呢就想到要录制一下啊 然后的话 最后呢也是给他举报了 因为这个人的话他最开始我在云里问他 他是不承认的啊 他是拒不承认的啊 他说我才是外挂啊 他说我是ACE啊 他不是ACE啊 所以说呢就比较皮啊 也就是这个叫九半张默默的啊 他们的战队名叫做漫步人生路啊 如果这个战队是个大战队 或者有这个战队的队员的话啊 可以去给你们队长反馈一下啊 然后去把这个人给清除掉啊 主要是为什么呢啊 因为这期视频 也算是给大家敲响一个警钟吧 上期聊到这个误封的问题上 也有很多小伙伴在视频下面反馈啊 说啊我没有开挂啊 我被误封了啊 去当时的话记得有一个这个呃 掌火的栏目啊 是专门去处理一些在呃呃 官方上面申诉自己被封号了啊 然后想去解封的一些玩家的录像 还有包括他们在申诉的时候呃留言 写出的字幕啊 就是比如说啊 我没有开挂啊 官方大大请你给我一个解释啊 然后反手呢 官方就把录像和他的这个留言呢 同步发在视频里面啊 这个人在墙里面啊 在bug里面说啊 我没有开挂 我没有开挂啊 然后呢 这个啊 妄图啊 让官方解封啊 但是这种的话 其实说实话 呃概率比较低啊 概率比较低 而且还有各种这种透视啊 还有这种 我觉得这个栏目做的特别好啊 做特别好啊 就能够让大家看到呃 很多人不为人知的一面啊 有没有 特别是啊 再把这个id打上了 那就更完美了啊 就是说啊 这些人呢啊 就是可能玩的时候不太注意啊 可能大家对这个封号有有所误区啊 就是有一点误区 就是只有开挂才会被封号啊 对吧 但是啊 我可以这么给你们说啊 就开挂啊 包括说这个呃 卡巴格啊 卡巴格啊 还有这个呃 篡改游戏原文件啊 也是有些人呢 他为了能够看清楚红烟啊 绿烟啊 各种高难度的烟雾啊 他会把这个游戏文件给篡改掉 篡改掉完了之后呢 烟雾在他们的眼里就只是一层膜啊 就是一层灰啊 然后呢 他们又经常丢一颗烟雾弹 然后自己往烟雾弹里钻 然后呢 啊 经常被这种人打死的人就觉得啊 你这个烟雾头调的真好啊 问你是怎么调的啊 这个问题啊 就这种啊 基本上这种违反游戏原则啊 规则的这个行为都会被封号啊 所以说有些人他可以兴致在那时候啊 自己没有开挂 但是其实哎 他是卡了八个会被封号 但是他心里清楚哎 但是他就是要想说自己是被误封的啊 当然我可能这样讲话比较得罪人啊 因为每次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啊 大家会说啊 你是不是特地要帮这个游戏洗白啊 这个官方人员之类的啊 为什么啊 因为我一直在聊这个问题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被封过号啊 大家可以说啊 我是很多次被举报啊 天天被举报被封的号啊 秋雨每次啊 打单子啊 或者说帮粉丝上分啊 或者说自己平时玩啊 像我这么爆破这么乱杀 经常乱杀 对吧 根本就没有被封过号啊 所以说我可以告诉大家 误封的概率有 但是并没有那么高啊 经常会我一发视频就会啊 很多人出来说啊 我是被误封的啊 我是被误封的啊 就没有见过一个真正被封的啊 在视频留言下面全是被误封的啊 就很痛苦啊 可能说大家都呃 有些人可能真的是被误封啊 但是大部分啊 我可以肯定说啊 就是肯定是呃 有问题的啊 肯定是有问题的啊 因为这个概率的话就并没有那么高啊 对吧啊 这个最后呢 秋雨也是放上了这个录像啊 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外挂的第一视角啊 然后教大家如何去投诉这种外挂啊 比如说在对面或者在你这边 你想投诉他直接保存录像 然后点到秋雨像刚才一样啊 像秋雨刚才一样点点到他的视角啊 然后的话按F10录制录像 然后再去举报这个人啊 才有用啊 不能在你游戏的过程中用你的视角去举报 他杀你的视角啊 然后呢 在这里呢 也跟大家讲一下被封概率比较高的 第一官方审核人员第一啊 第一要素就是描强 第二要素是提前枪 但是要在你没有漏脚步 没有被发现的情况下 如果他打提前枪这样才会有概率啊 还有描强 像刚才刚才那个兄弟一样描强啊 就是会被封的 因为刚才秋雨按F10录制下来的时候 好像这个我的录制软件并没有把他把我的投诉画面录制下来啊 所以说秋雨在这边给大家口诉一下啊 然后呃就不聊他了 好吧 我们就不谈这个话题 我们来到这个第二场的新沙漠灰啊 是刚才那把打完周的第二场啊 发挥的也还不错 而且也有很多比较漂亮的几杀 我们这边上来的话 直接使上了这个王者之力啊 王者之力上来一波一威三 然后跟别人对着缩头没缩过啊 这个也比较皮 不过没关系 我们来看看下一盒 下一盒呢 秋雨是换上了这个 这个叫啥枪来着 王者之破啊 这也是好像出的第一把王者武器吧 好像类似是第一把啊 因为当时雷神卖的比较火嘛 然后这里呃第一把哎 上来的话杀掉一个斯泰尔 为什么当时秋雨只要蹲着跟他扫呢 因为他斯泰尔的话 远距离威力不是特别大啊 所以说当时啊 肯定是就不往外缩啊 直接往往外拉啊 就把他给扫死了 免得他跑掉啊 对吧 然后这边在一个中连跳上香之后呢 发现这里好像一点没有人啊 我们就来到B 然后这里听到了脚步声哎 先放过去一个 结果这边还有一个啊 不过没想到这边跳下来啊 这个水量不是特别多 然后一个压枪哎呀 好的直接双杀啊 双杀哎 这里就没血了 然后稍微再躲一躲 然后找最后一个在哪里哎 那这也是被队友打掉啊 这场的话是怎么讲的啊 就因为跟上一期合在一起的啊 所以说秋雨呢 并没有发的特别全啊 因为两期视频合在一起的话 可能如果不剪辑 可能有个二十五六分钟啊 发不上去 所以呢啊 就简称一个十分钟的合集啊 我们刚才那一把拿了一个步枪之后呢 这把换上了AK啊 然后直接A大一波啊 大家可以注意秋雨这个小细节 因为我第一下拉过来的时候呢 是没有漏脚步声 也没有砸道具 然后对面的第一时间稍微往后烧了少 然后秋雨呢 趁这个时间啊 并没有人看到我的时候 我钻到WC里面来啊 然后他们在强一大的时候啊 就会发现哎 有可能说对面没有强一大啊 所以说完全就对我这个点位呢 比较放心了啊 然后我这边掏一下屁股啊 但是明明可以发财的点位 结果枪水了 枪水了 水的这个臭不要脸啊 水的毫无畏惧啊 然后呢 只杀掉两个 不过也算赚啊 不过还是不亏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第二下换上了这个王者之 这个是连路啊 还是连念图啊 我也不太清楚啊 还是是一个死神的王者系列啊 外观的话 其实也还不错啊 秋雨呢 以前都一直没有用过啊 因为死神这个枪 我虽然用过 但是不是特别喜欢啊 所以说以前一直就没有装这把枪啊 然后下一回合呢 我们又来到这个天龙啊 王者之力啊 然后呢 抢一下A大啊 抢一下A大这边 手枪磕掉一个之后呢 帮队友想架一下上面啊 然后发现好像是没有人往外拉啊 然后我们这边就跟队友一起往上冲啊 准备去下个包 然后我们这边排一下三箱啊 三箱这个点是一定要排的啊 结果这里突然下出来一个人啊 这边没关系 稍微一个甩枪啊 拉到他之后呢 去看一下A大屁股啊 因为当时我预判可能屁股后面会来人啊 我们抢A大半天呢 这边都没上啊 然后呢 可能后面就是放空的啊 有可能就会有人偷啊 那我一直防着 结果最后发现别人只是单纯的跑的慢而已啊 他就是不上来啊 就跑的比较慢啊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来跟我来 最后一局啊 换上了这个 这个叫什么王者 我记不清这些王者的名字啊 王者大炮啊 王者大炮上来的话 是准备抓谁去 必须 然后的话跟队友一波配合 但是我冲在最前面啊 直接冲到了最前面 然后拉到手枪 拉到一个 然后家里育苗一枪 没撞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这边上稍微跑一下位 然后走到逼狗这边来上了一枪甩枪 带走啊 带走王者之后 我预判到对面警驾 还有人 我们这边稍微架下 拉出来 直接一枪甩枪 一个三杀 大家玩之后 又跳到逼狗上面来 哎 一个穿杀啊 然后也完成一个四连杀啊 本来当时觉得应该可能还有个五杀了啊 结果呢 最后最后就是把最后一个打掉了啊 完了 为什么这些 嗯 视频啊 不能单独发呢 就是因为就以最后一局 啊 没有抢到人头啊 这场的话 虽然说是个逆风局啊 但是也是因为秋雨当时可能啊 有一个比较好的发挥吗 然后呢 对面呢 也是气势下降了 秋雨这边的话 气势上升了 对我直接抢人头啊 就杀光了 那本一节说就为大家带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我的 特别强